对我自己也是个折磨 能忘吗 自己过不了这关 那周围人都没有劝你吗 劝呢 那就是第一个 年龄可能放在哪里 你看阿姨刚才表现的是说 眼里容不得沙子 眼里容不得沙子 眼里没有沙子 他就是你招 你出过一次要么 以后我不能原来 但是吧 看他这样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感觉是不深的 对 还是感觉是不深的 谁都是一样 我也是眼里容不得沙子 因为你要游到这聊啥子 可能都不能到今天 我的想法最好都是说 有个完整的一个假 还是说最好是给个机会 那你是什么情况 我也是咱俩是一样的情况 你怎么没给他机会呢 我这个是一头没一头 怎么讲 我说这一头没一头 可能不理解 就是说的 哪怕说你顾驾 也行 对我有点事 说是放个错 我理解理解也行 就是没有一样是能可以让我 不是说让我 就是说让整个的 那就是道理上吧 道理上吧 就和道理上说吧 就没有一个能能说到过去的 你现在后悔我 不后悔 不后悔 我觉得应该就是 给一次机会也可以 我不同意男嘉宾 你这种看法 如果死光倒流 我还会做我这个选 就是没有孩子 所以他才那么的 这么方便 没有他可以站一半 对有孩子他不可能 所以是那么的 现在新问题 我还挺有担心的 瑞莱姐 您是不是不太容易去包容对方 容易去跟人相处 好像跟他没有生养过孩子 可能是有一定关系 像叔叔会担心过 有点但是我的女儿吧 还算是明白私理了 懂事吧 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要走进一家门 这里面的学问可不少 像咱们叔叔阿姨 这样的二次婚姻 更是掺杂了多种因素 和孩子相处 就是因素之一 为了免去叔叔担心 小红娘现场设计了一个情景剧 爸 我就回来找饭呢 我马上就认 我马上就认 爸 饭怎么能你做呢 让你一做呀 我做不 这事不是男人干的事 我说要做你爸要晚点做 说等你 怕你回来 我做早了凉了 你别跟我说说 回来 你把饭给我做好了 我回来又能吃啊 大不了我回来晚上热一热 我就爱吃热的过两面的 行 那明天 明天我早上就给饭做出来 你不爱吃两面的吗 三面已经 你恨点了 对 你说话点 就是说咱觉得饭太强势了 我觉得我还不算那么强势 只不过我说话的语气 给人家感觉造成了误会 阿姨 你啥态度啊 能不能写啊 你不是我孩子吗 你不帮我叫姨吗 你还调我态度 你还调我态度 对对对 喝了啊 我想这也要是走到一起了 他也不能成天就这么说 这么说我觉得他自己都得想我累了 因为我没有侄女 我不排斥他有儿子女儿 我都会拿能当我自己的孩子去看 喊什么喊 能修饭什么啊 正常说话行不行 你这什么态度我这么跟你说话呀 不就是一顿饭晚吃一会儿吗 你这样就满意了是吧 你就满意了是吧 行啊 我走 我走 快去找他去 你吃饭的出去干啥 你吃饭的出去干啥